路道上銀色汽車拉下車窗 一名男子探出頭來 疑似比出中指挑釁後方來車 一旁的黑色字小客車則更加囂張 幾乎是半個身體鑽出車窗 旁人還看著替他捏把冷汗 可他卻還在實境揮舞棍棒 離譜行徑被後方的行車記錄器全錄下 這起行車糾紛發生在南投縣民間鄉 30號凌晨1點左右 一部字小客車行駛在省道台三縣 因為看到前方有兩輛車 變換車道時沒有打方向燈 山源光燈疑似想提醒 過程中引起對方不滿 三輛車一路從台三縣 一起上了國道三號 接著就看到兩名男子 從副駕駛座位置開窗挑釁 警方係數違規項目涉嫌違反載運 乘客不穩妥最高開罰一萬八千元 任意迫近變換車道不當 以及行駛中無故走然減速 最高可罰三萬六千元 兩項最高罰則躲達五萬四 另外還會涉嫌公共危險 以及強制罪 現在要以車牌找人依法就辦 三類新聞事議會 無控於審明至南投採訪報導 三輛車